強保育儀式 西貢灣仔營地在這個星期六下午幾乎爆滿 有人在營區外面紮營 這塊草地已經踩爛了 差不多到晚飯時間有人就地生火 同學,想問一下你們在那裡做甚麼 沒有,我也不知道 看不見到指示牌告訴你們 其實是不可以生火 沒甚麼留意,只是找地方睡 我見到有人摘在那裡摘 有人戴斧頭,斬開木頭當柴燒 專門舉辦綠色旅遊的陳家俊說 要留意這些行為會不會破壞環境 有些有需要的人會覺得 我想用柴枝去協助起火 當然我們不鼓勵他們去撿這些 因為放在旁邊可以天然腐化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如果你說小小,問題不是很大的 但是你說這麼大塊,還要帶一把褲頭 可能會劈,將它分開,這不是那麼建議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不可以在郊野公園裏取取或干擾花草樹木 也不可以在非指定的爐頭生火 違反或觸犯法例被定罪 最高可以被罰款5000元 和最多監禁一年 而加本港的郊野公園是以分區方式管理 一般有公路和公共交通工具連接的地區 生態價值較低,會設立燒烤場等的看落設施 鼓勵遊人去 去到較敏感地區就會設立禁區 不讓車入,只是可以走進去 目的是減低去的意欲 但是這些地區近年遊人越來越多 學者認為當局要加強規管 在80年代,超過五成的旅客都會去郊野公園 去燒烤或霹靂 但是到現在,在一一年的數據顯示到 現在大部分的旅客去郊野公園都會去拍照 以及去生態旅遊 如果在我們Zonning的計劃裡面 沒有留意到這件事的轉變的時候 會不會為郊野公園裡面 一些生態價值相對高的地方 帶來一個壓力呢 他說大自然承受力低 只是個別遊客破壞都可以造成傷害 無線電視記者南海應報導 謝謝你 謝謝大家 高 goodness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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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